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郑之龙的身上慢慢转到了郑成功 郑成功的命运在他父亲的行硕之下 他所面对的命运面对的大时代也在巨变之中 那我们还是从郑成功个人的故事讲起 因为讲大故事之前我们先看看个人的命运 郑成功在父亲的培育之下到19岁的时候 他也觉得长大了 所以父亲决定他应该娶妻了 到了1643年的时候他19岁 他娶了一个雷连道叫董荣仙的一个女儿为妻 那他这个女孩子也是礼部上属董阳仙的一个侄女 所以也是一个书香世家 一个文人的书香世家 到了年底就是1643年的年底的时候 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他们帮他取名叫郑锦社 锦绣的锦防射的社 用闽南语讲叫做连金赛 连金赛就是后来的郑金 就郑成功儿子郑金 后来到台湾带着陈用华过来的郑金 那么隔年到了1644年的时候 郑锦绣安排他到哪里去 到南京去拜大儒钱千亿为师 钱千亿我们都知道 他是在长鼠这个地方居住的江南的大师 他的诗写得非常好 他的个性也非常开明开放 他完全不顾礼教 完全是 他在儒家思想里面学问非常之深厚 诗词思想哲学等等 非常深厚 但是他最有名的故事 居然是他和一个妓女 叫柳如氏结婚的故事 我记得钱千亿的家乡在长鼠 我曾经去长鼠旅行过 在那里待了一段时光 长鼠是一个非常温润的 一个南方的小镇 很漂亮非常的典雅 那里有一个大的湖泊 湖泊的旁边呢 长鼠那个大户 就在城市的中央 湖泊的里头就有一个 钱千亿跟柳如氏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故居 那个故居就代表了 钱千亿为了爱柳如氏而建起来的房子 那当然是重建的 可是 很了不起的是 钱千亿啊 他要娶柳如氏为妾 可是柳如氏不要就是这样 没有名分的 所以他必须办一个婚礼 就为了柳如氏的这个坚持 当时柳如氏的身份是一个妓女 所谓妓女当时并不是说 她可以人尽可夫 就是说跟男性发生各种性关系 不是的 那个时候在江南的这种妓女 会有 会有她的房子 像那种小小的 庭院 庭院里面有一个餐厅 然后有各种摆设非常的雅致 有名人的书画 也有可以书写写诗啊 等等的各种场合 有书房 有餐厅 有很好的厨子等等 一个很高级的 很雅致的妓女 会是一个像一个交际花一样的 换言之很多文人 以能够跟这些妓女的结交为荣誉 那么你要接待一个 一群好的朋友也会到这里去 进去她会慢慢聊诗聊词 然后大家复诗 复诗之后 甚至于到隔壁书房那边去 把纸铺开来 各自写上自己的诗 然后一起吟诗作对 而如果妓女能够 这作为女主人嘛 女主人她能够一起吟诗作对 变成一个非常受尊重的诗人 文人的话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妓女 而是一个女性的文人 其实在女性身份地位受到压制的时代里面 这是一个女性唯一可能的出路 她不可能是因为妓子要在家里 执掌家里面的各种事物 而能够跟着丈夫出去外面 交际应手成为一个知名的文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妓女就扮演起这样的一个女性文人的角色 换言之她如果有文化上的 有文学上的才华的话 这可能是她的一个出路了 可能的出路 或者说妓女里面有文学才华 这就变成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柳如是也是这样子 柳如是当然留下了许多诗 柳如是的故事最有名的是一个大学者 叫陈颖克 陈颖克写过柳如是传 他有上下上中下三大卷 最重要的是因为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 清军打进北京之后开始往南进攻 攻到江南的时候要打进南京 然后在南方 因为很多人不会继续在反抗 所以像扬州屠城等等大屠杀等等 非常的惨烈 最后清军逼得钱千亿投降 然后把钱千亿抓到北方去了 那柳如是曾经劝告钱千亿说 你不要投降就跟他拼到底 可是钱千亿终究去投降 他希望清军不要屠城 清军不要屠城 所以钱千亿是一个很 他后来所留下的那个故事里面 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男人 当然钱千亿跟柳如是传的这个故事 现在常鼠常常在放一部电影 叫柳如是 就是讲柳如是跟钱千亿的故事 那演电影柳如是 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谁呢 你们一定想象不到 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男明星 是谁呢 是秦翰 秦翰去主演的 那他就是演钱千亿跟柳如是 那他演一个身性有点文采 温文如雅 但是又有点懦弱的角色 就是在面对大战的时候 他缺少那种男性要决战的气波 我觉得秦翰演的还不错 他确实是他有点阴性的感觉 阴柔的感觉 不够强悍 然后又演出了那种一个文化人的痛苦 可是就钱千亿这个角色 这历史里面的角色来讲的话 他就不够有那种传统的气节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很糟糕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在体谅的时候 他也不得意 因为他希望他的城市 他因为投降了之后 至少那整个城市不用被屠城 不用因为他的带头反抗 而整个城市被屠杀 因为他已经不可能对抗了 因此这样的一个文化人内在 是很纠结的 但柳如氏比他烈性 所以柳如氏就写了诗 写了文章或者说写信给他 因为他已经被逮捕了 所以他希望他拼死一搏吧 就死掉就算了 因此柳如氏的劫烈 那种女性男性的那种 也不能讲男性 那种劫烈的志气 在柳如氏的身上 在他的诗词里面呈现无疑 因此人们非常敬佩柳如氏 而像陈寅克这样的一个大文人 还愿意花那么长的篇幅 那么长的时间来写柳如氏别钻 你就可以想见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生命 重看他的故事会把整个万民的故事 再重新思索一遍 那这是其他的事情了 但我想讲的是说 郑成功就是跟前千亿去上学 所以去学儒学 所以他的学问是非常好的 学非常好的 而郑成功后来的抉择 就是抉择了起来对抗 抉择了那种劣性的 跟清朝对抗到底的一种 一种决策吧 一种对抗 好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 1643年 44年的时候 郑成功才刚刚当爸爸 然后又到长鼠去跟前千亿学习 整个命令开始改变 可惜就是历史没有给郑成功 跟郑成功 他的家族留下太多时间 他结婚的第二年 就是1644年 他在跟前千亿学习以后不久 李志成就在西安称帝了 然后在西安称帝不久 他国号叫大顺 就在那一年农历的3月18号 农民军就整个攻陷了北京城 崇祯皇帝没有接受 他城下的一群 江南城下的一种劝告 留在了北京 结果被围死在 就围杀了之后 他跑到眉山那里自杀而死 大明朝就亡国了 消息一传开来 大江南北整个围之震动 因为明朝就亡了 可是大家还不甘心 因为觉得 还是有希望要起来对抗的 结果 原来最糟糕的是 原来崇祯皇帝下令他去镇守 北方防止军军的人 吴三桂 他居然就投降到清朝 跟清朝去了 然后他本来要奉命要回来 金城救亡的 一听到皇帝已经死掉了 他回头就跟清城结合起来说 好我们帮皇帝报仇 打着帮皇帝报仇的一种旗号 向北京进军了 就这样子 进城之后把李治城打跑了 但是整个北京 整个北方就全部成为清廷所攻占的地方 历史就这样逆转了 其实这是一段1643到这个就是后期 真的是在中国的北方是一段很悲凉的岁月 充满了战乱充满了饥荒 然后跟南方的这种繁荣的贸易 刚好成为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一段时间刚好是政治贸易集团 做得最好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从1639年就是等于是 郑成功接回来 然后开始在训练的那个时候 日本把葡萄牙人驱逐出去了 为了宗教的原因 为了禁天主教 所以日本的贸易里面只剩下两种 一个是华人 华人里面又以政治隆为主 第二个呢 只有留下荷兰人 为什么荷兰人不信天主教 荷兰人是信基督教的 基督信教的 那么他们在长期的出岛 现在你如果到日本的长期去玩的话 在出岛还可以看到 那个小小的岛里面 就是当年留给荷兰人 做贸易的一些仓库 跟贸易的会馆的所在地 那里还留下了当时的这种 荷兰人所出版的小小的书 叫做兰学 把荷兰人的种种医学 乃至于文化等等 他们称之为兰学 很多人看到兰学会以为 好像是兰花之学 不是是荷兰人 他们所带进来的学问 特别是里面有很多 跟医学有关的 那兰学里面当然有分享 日本怎么做这些贸易等等 这很有趣 不过对郑之龙来讲 他最重要的对日本的贸易 他主要还是什么 还是丝绸 日本所有这些贸易利益的来源 都来自跟郑之龙做的 那郑之龙为了垄断这个贸易 他还不让他的商船 前往台湾 为什么他要用这个为手段 来迫使荷兰人接受他 他为了垄断对日本的贸易 他把质量比较差一点的 卖给台湾的这些荷兰人 然后让荷兰人再转手 卖到日本去 因为荷兰人除非从中国拿到四周 否则他根本对日本也没有什么好贸易的 从荷兰能够运什么过来 难道荷兰抓到的鱼能够运来这里卖吗 是不可能的吗 海上远洋航行 难道要卖这个鱼干吗 咸鱼吗 所以不可能吗 所以他只好在这种东亚这边的香料 然后印尼这边的香料 加上中国的石头 是对日本贸易的大众 石头能够做的才是真正利润的所在 那郑之龙这样迫使荷兰人屈服 当然他会不甘心 所以荷兰人曾经在1642年的时候 想要发动战争 对郑之龙发动战争 就想要从基隆出发去 去沿海那边伏击中国帆船 可是他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贸易量实在太大 那些船太多了 你荷兰派几条船出去 你怎么可能伏击呢 更何况这些船互相告知之后 要准备发动战争了 所以他们后来就放弃了 你知道荷兰人的报告里面说 每年从中国南方运到长崎 贫户那边的生丝丝绸制品 数量是多少吗 数量是每年达到450万的荷兰 450万的荷兰 大概现在 按照当时的价码来对照起来的话 大概现在的大概10亿美元 你知道那个数量有多大了吧 你说真的很了不起 也正是用这样的一个角色 当然这个450万荷兰盾里面三分之二 我要必须讲究 三分之二主要的比例 还有很多中国施施间 中国施商 就是华商等等也占了一些 但是他自己占了三分之二了 你就可以想见 当时是这么干的 真的是很了不起 那么明朝重生皇帝自杀以后 清朝就在吴商贵的带领下 把北京打下来了 然后南京很快成立了另外一个朝廷 可惜南京的那个朝廷 那个洪光皇帝是一个不成才的皇帝 他自以为有皇帝了 然后旁边就收了一些弄城 而这个弄城里面是以前 跟魏宗贤一起在朝廷里面 搞来搞去的一些 一些汉笔无道的一些小人 就带着他 迎接了他之后 带着他去种狱玩乐 如果我们有读过 那个一个剧本叫 桃花扇的话 你就知道了 为了陪皇帝这种玩乐 帮他搞剧场 然后从南方 南京这附近 把各地有名的这种 女性就是妓女啦 原来妓女里面的 因为妓女里面 我们刚刚讲过了 他不是就是纯粹妓女 有的是很会音乐 有的很会诗词的 把他们调集起来 去组一个乐团 组一个剧团 然后帮他搞各种 昆曲这种剧 然后给皇帝放饮玩乐 结果民心尽失啊 所以即使像史可法啦 这些想要为国家拼命的人 都觉得非常灰心丧志 他宁可不要回头看皇帝 而自己带着兵到 前方去打仗算了 战死就算了 他觉得战死之后 至少对自己的生命 有交代 也不要去陪着皇帝 荒淫无道 然后把国家搞垮 他觉得自己 清清楚楚的 作为一个战将打死就算了 所以史可法等等 我每次看到晚民这一段 就觉得非常悲哀 怎么会这样的一种皇帝呢 国家已经亡了 他突然变成皇帝 好像突然掌握权力的 好 我先玩再说 玩不到两年就垮掉了 清军连续打过长江 整个就灭亡了 在整个灭亡的这种南方 中国特别南京一带大屠杀 这种兵荒马乱之中 还有一个皇室的成员 叫朱玉健的 朱玉健他本来不是皇室里面 最主要的成员 在兵荒马乱里面 他有礼部上书 一个叫皇道州的一个文人 跟郑子荣他们就赶快去迎接他 迎接到达福州 他看到整个都乱了 特别是南京整个大乱 所以他就想说 那就我们在福州建立 重新建立一个王朝 既然那边已经没有救了 建立一个王朝 那么因此他们就成立了 这个人叫做唐王 他叫做龙武皇帝 龙武王朝 他这个朱氏的成员叫朱玉健 唐王朱玉健 那当然说真的像皇道州 这些文化人 只有文化 只有读书 作为文化人 只有治国的战略而已 事实上对于怎么真正经营 不知道 换言之 整个福建地区 如果龙武王朝是在福州这里 重新建立王朝的话 整个福建地区 其实就是郑子荣的地盘 他的经济 他的经费 王朝里面所需要的 所要养的人 乃至于他官员 所要发下去的良详等等的 还有武器军备 安全的防守 乃至于住宿的这种皇宫等等 所有的运转 其实都要靠郑子荣 以及郑子家族的这种 这种经济来支撑 那事实上经过战乱之后 我说真的 你从能够民间 能够收到的税收 已经不多了 所以你要安定下来的话 你尽量少收税 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个情况稳定下来 民间稳定下来 然后再集结这种 这种经济实力训练兵 重新开始 所以龙武皇帝也非常器重郑子荣 对他特别礼遇 那因此呢 当郑子荣带郑成功去 觐见皇帝的时候 他知道说 一定要拉拢郑子荣 要拉拢一个人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把他拉拢成为 他自己的 父嘛 就是变成自己的女婿 可是呢 朱玉健没有女儿嘛 所以就侍姓他 叫做国姓爷 侍姓他姓朱 所以 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 或者说叫朱成功 就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朱玉健知道 他必须 拉着郑子荣 而郑成功也非常 非常感念说 他能够被侍姓姓朱 所以他也自认为是 明朝的朱姓的一个成员 他一辈子要为此奉献 他的生命都一无所拒 那这个龙武皇帝呢 跟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福王又完全不同了 他从小是吃苦的 因为他不是皇室 最主要的成员 在外面吃过苦头的 所以他个性特别的节俭 他穿着布的衣裳 吃着蔬食 他也不用酒肉 连他的被乳 都是用棉布做的 不是用丝绸做的 然后他的办事人员 尽量节俭 一个朝廷 他尽量不要让那么多人 犯官啊什么 后宫搞一堆兵妃什么 他没有 他全心全意 就是要投入 复仇血耻 所以他平常 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什么 博览群书 跟黄道舟这些文人 一起谈未来 复国的各种计划 因此夜里头 他们常常找他们 来谈各种事情 谈得非常之久 这其实是非常有志气的 一个皇帝 那也是可以怀抱希望的 可是呢 说真的这种 光是谈话 而没有看到实际的情况 缺少实际的战斗经验 等等的 也是变成他的弱点 为什么 因为龙武朝廷 在文官方面的 靠的是黄道舟 可是武官呢 特别是军事上面呢 又要靠郑之龙 那郑之龙 真正是懂得的人 所以郑之龙曾经在 在明朝大拜的时候 他曾经给 过去就在那个南京的福王 上书过 他给皇帝上书过 书成 他讲了什么 他说 我要念给朋友们听一下下 他讲什么 他说 长江以南 还有什么 那时候还没有 南京还没有大拜 他说长江以南 还有什么 有直地浙江 江西 广东 广西 这六个省呢 我们互相齐会 大家可以互相约束 大家约定起来之后 大家一起来拼命 每一省我们可以募新兵 一万五千个人 我们一共有六个省 所以我们可以募新兵九万名 有九万名 我们就有足够的军人来作战 可是各省 直应出各种兵种 兵种不是只有一种 要有炮兵 步兵等等的 然后另外呢 要有人来制器具跟军 器具 各种军备品 所以就是兵工厂 契技之想 然后呢 每一个地方 要选一个道官的一员 作为兼军 开始训练练兵 然后每一个地方 还要有人负责 筹集粮详 要有运粮 那每一个县 各地的县 因为军人要分布在各地方 所以每一个县 要有一个人 专门来负责买办 来挑选 那整个在这个结构之上呢 在选 一个最大的大帅 大帅来统筹 各个地方的配备 兵员 然后配备到各个地方去 由各个地方负责来养他们 然后负责再筹集起来 这样子 但是这几个地方 必须有威望的人 有威望的人 有战略能力的人 才勇兼备 有这样的人 才能够 大家集合起来 然后把责任委托给他 然后负责来恢复整个民事 他就有讲一句话说 他本职虽然不孝 忧国有心 曾志龙讲的 但是呢 他说 希望能够奉献我自己 共同来奋斗 所以郑志龙其实对于明朝 是权权中心的 跟后来被历史所描述的 完全是不同的 但是后来他为什么 没有能够实现呢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诉说了 欢迎您回到 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刚刚讲到说 郑志龙 他给明朝皇帝上书 讲了怎么各地的军事部署 训练 兼军 运粮等等 其实啊 这都是打仗必备的 可是呢 说真的 对一个皇帝来讲 他真的不会了解 真的不会了解 他曾经给福王这么说过 可是到了福州 新来的这个唐王 他也是跟他一样的建议 就是说 我们必须怎么仇促起来 如果利用民间的力量 来仇促起来等等 很可惜的这些文化人 包括黄道州 龙武皇帝都不了解这种战争 当然他们更不了解海上战争 特别是郑志龙了解海战的人 他知道武器配备后勤补给 是多么不容易啊 你想啊 海战出去之后 整条船上你带了多少大炮 打完了就没有了 你不是随时能够补给的啊 这整个庞大的军需 供应等等的 都需要事前非常精密的筹备 也就是组织工作要做得非常好 因此郑志龙劝他们不要急于背法 不要急于想要恢复国土 你先把自己的实力养好 就用海上的这种实力 把武力配备军事训练弄好了 这样才能够去打仗 可惜啊 黄道州跟朱玉健 两个人都非常心急的 想要去 去收复国土 奸学这个国词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悲剧 非常悲剧的 就是一个不了解战争 可是又要指挥战争 而了解战争的人 希望把战争筹备好了再打仗 结果大家 整个朝廷都天天在喊人 那种喊话当作战争 把喊话的志气 当作战争来打 那是真的很大的悲剧 哎呀像这种情况 我们朋友 你看一下乌克兰就知道了 说真的 乌克兰的士兵不断战死 然后战到说 我们一定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然后就把那种枪支弹药 发给士兵 然后一开始跟俄国战争的时候 甚至于从监狱里面 放出一些人 他们以为监狱的那些 坐监放科的人 就是能够敢打仗 就是不怕死的人 就真的把枪发给他们 这种对于战争 根本不懂对于战事不懂 的这种想象力 简直是 哎呀真的是 你会看到就觉得很悲哀 所以真的 我看到那个乌克兰 把枪发给监狱的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天哪你怎么这么傻 我告诉你 我跟朋友说啦 坐监放科的人 不一定是有勇气的人 往往是那种 最没有勇气的人 会坐监放科 他会欺负弱小的人 因为欺负弱小 没有讲义气 没有讲道义才会去欺负人 才会去杀人 而把那个东西当做勇气 当做不怕死 我告诉你那是傻瓜的行为 真正有勇气的是带人非常和善 是济弱扶寝的人 所以这种 没有道义 你要就发给他们枪 没有道义的人 给他们去上前线 我告诉你 他们绝对是溜的 因为他就是没有道义 没有道义才会去欺负弱小 因为欺负弱小才会是杀人的 一个强者是不会轻易去伤害人的 强者是来保护人的 所以我说乌克兰 真的是想到这个就觉得 他天天在喊着 他们就是全民皆兵 然后多么有勇气 喊话有什么用 那些武器来的时候 战争真正来临的时候 那些人就斩掉了 其实战到现在 我看到他们又派出女兵 女兵在训练的那种宣传照的时候 我就觉得 天哪一个国家打到最后女兵的时候 是何等悲哀啊 何等悲哀 你国家的领导者 你打仗打成这样 你还有脸出来宣传 我就说 对于文人 或者对于不懂战争的人来讲 一定要想清楚 战争是多么复杂的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战争机器 是必须开动起来的时候 必须有后勤装备 有食物补给 有炮弹补给 有武器的这种制造补给 乃至于士兵的训练 甚至于士兵的训练还要包含什么 你刚开始出去作战的时候 会有人死掉 你后面的士兵怎么补给起来 否则你一场战争下来被打掉了三分之一 剩下了三分之二 再打下去人越来越少 你怎么打仗呢 你看过古代的战争就知道了 像法国来攻打台湾的时候 法军从远方打来 派了几千人到台湾打 结果就被清军消耗在基隆这边 消耗他打打完一个少一个 因为他就是消耗嘛 就是消耗的死亡 然后打到最后剩下两三千人的时候 只要从其他地方再派兵过来 你的数量是有限的 士兵是有限的 生命是有限的 战争不是无限 不是用嘴巴讲就有了 而且这种士兵不是派上去就能打仗的 可惜就是说 朱玉剑的手下包括很有气节的黄道舟 绝对是一个有气节有理想有志气 有理念的一个文化人 可惜不懂战争 真的不懂战争 也瞧不起五人出身的郑志龙 那么郑志龙也觉得黄道舟 你们这些文化人 空口谈论 根本没有用 没有实际做战能力跟经验 那就两者就在朝廷里面形成矛盾 那偏偏隆武皇帝呢 也很可怜 因为他也需要文官 也需要武官 文官能够让他在思想上 在官僚系统和社会关系上 能够搞出一个 一个他的局面出来 他当然也需要武官 并不是只有就是武力这一边 就能够支撑起整个朝廷的 所以他只好在这里面搞平衡 一方面拉拢黄道舟 希望他来平衡郑志龙 而郑志龙这边呢 他也需要拉拢他们 所以就就把郑成功封为这个 这个姓朱的封为国姓 就是这样不止郑成功 还有其他人也是 所以就在这种混乱底下呢 说真的 郑志龙的海外贸易 他居然做得非常繁盛 就在这个时候呢 历史给了郑志龙一次机会 他觉得 他想要把他的妻子接回来了 他跟日本那边交涉了很久 可是日本人他们觉得他们的女性不让出国的 女性是不让出国的 那郑志龙不晓得用了什么什么手段 去去收买去做什么 不知道 那么居然能够申请到 让特殊的 非常特殊的让田川氏 他的妻子能够到安海来 所以他就派了他的船 到日本把他接回来 而郑成功本来呢 本来被郑志龙派出去 在外面学习 在学习战争 做训练等等的 他为了这样子 因为妈妈来了 所以郑成功特别跟皇帝请假 请了假之后 就在1645年 就是等于是南京的朝廷也拜了 然后回到福州这边来了 就这样子呢 他把他申请过来了 郑成功就去跟他母亲见面了 隔了15年 从小跟在妈妈身旁 学习武士道 学习各种日本文化的 郑成功终于跟妈妈见面了 大概已经隔15年之后了 所以母子见面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郑成功已经长大了 变成一个白皙帅气的 一个大男孩了 所以对郑志龙来讲 这也是很难得的一家团聚 1645年的时候 最可惜的是 明朝的整个国运走到末端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文臣跟武臣的矛盾 越来越严重了 文官一直喊着要往前冲 要去作战 郑志龙一直要在阻挡这件事情 他希望能够给他再多一点时间 来准备 那他每一次作战 其实郑志龙作战里面都会 比如对决海盗 对决荷兰人 我记得以前我跟朋友讲过 他为了跟荷兰1633年 为了跟荷兰人打仗 他忍住了 他被调回来 把整个福建的那些水师 全部都调给他训练的时候 把所有士兵在里面默默的操练 然后再造了大概一百多艘的那种火船 甚至于很多这种准备去作战的战船 他也给他配备上比较新的火炮 就是那种海上打的火炮 把这些等个配备好之后 就忍着你知道吗 他忍着让荷兰的克拉克大船 到各港口去乱炸一通 炸到简直完全瞧不起郑志龙 这整个海水师 把明朝水师当做无物一样的 瞧不起他 他就忍着 然后再搞后勤补给打炮弹药 搞了很久之后 终于在1633年 的一个早晨 他发动战争了 趁着风势 那天早晨的风势非常好的时候 他把船开出去 发动这场战争 所以战争不是一个 一个心意发动的 你要准备好才能够打胜仗的 可惜黄道州很生他的气 他认为说 郑志龙你天天在推脱 你推脱嘛 你不打仗 那郑志龙认为说 文人真的是 不知道打仗是什么 所以他希望他慢一点 就这样子 黄道州决定他自己 好你不要就算了 那皇帝就命令说 好 黄道州你就可以出去作战 然后他就下命令 叫郑志龙 带他所有的军队去 后面去后援 后援黄道州 那郑志龙明知出去 这一战会死 就是就完蛋 他希望能够保存兵力 不要去打仗 结果他打到江西去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去攻打江西浙江嘛 黄道州自己带着士兵 就往前攻打了 打到那边去的时候 根本不堪一击 因为郑军走到一半的时候 郑志龙整个军队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应该作为后勤补给 乃至于作为后面的这种 后援部队来共同作战的 结果郑家军果足不前 那黄道州的军队 当然就更脆弱 不堪一击嘛 还有没有足够的补给等等 被清兵一打 整个就垮掉了 那清兵的那种 国势正强的时候 势力正强的时候 兵强马撞 何况是骑马民族 还有大炮等等的 全部都非常的充足的这种火力 所以黄道州就被俘虏了 被俘虏之后 他们派出了红成仇 红成仇一再的劝他投降 可是他气节凛然 他是一个非常有气节 有骨气的文人 临死不从 被不断寻求 最后他在南京遇害了 一代的文化人 黄道州就这样子 结束了 牺牲了他的生命 历史给黄道州的评价 是非常有气节的文化人 可是回想这一段 我就觉得好可惜啊 他为什么无法跟 郑志荣好好合作呢 文武河流说不定他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这是历史非常可惜的地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继续讲了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在前头谈到了黄道州一代文人 说真的 我们在想到说 黄道州也是好心好意的 为国家忠心耿耿 可是他跟武官这一边的 不合使得他们的战斗力 就损失了内部的矛盾 那么龙武皇帝呢 他在上头又无法平衡 所以真的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到后来想来想去 也觉得好像是国运走到的末端了 像龙武皇帝啊 他那么节俭那么不愿意铺张奢华 甚至于禁遇者的这样子 对于国家享受那么少的人 那么努力想要重建国家的人 他终究还是没有办法 龙武皇帝在黄道州时候 他还不死心 他急切的想要去 去对北方发动战争 所以他就把部队集结 他能够动用的部队集结起来 希望能够带动 他也命令那个郑时龙 他其他的能起支部队 跟他一起动员 要进入江西干州那边 要干嘛呢 要跟湖南方面的抗亲 对抗亲朝有一些武装的力量 那共同结合起来 继续在攻打 继续攻打 可郑之龙就劝他说 明朝的力量其实还是不够 没有办法做这种长期 就是你要出动去长征作战 很难 那如果可能的话战略上 我们能够退到海上去 就是说我们把实力从海上积累回来 然后以海上的优势来对抗陆军 也就是用海军的优势来对抗陆军 那么他给朱玉建这个皇帝 他的建议是说 清朝是陆地的 骑马的民族 他不懂海战 如果他们要看到我到海上来对抗的话 他打不赢我们的 我们可以休养生息 保有实力 等到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的财力通过海上贸易 把财力准备好了 把我们的炮啊 然后士兵训练好了 再回头去作战 也就是我们必须筹备好我们的部队 可是那龙虎皇帝心太急切 太急切了 甚至于龙虎皇帝 不听他的劝 带着军队要出征的时候 郑之龙在福州那里 动员了几万个民众 沿着道路跪下来哭啊 然后拜请他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 请求皇帝回到福州 他不要出征去作战 皇帝你亲征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龙虎皇帝根本不听 他下定决心 即使战时也要战时 所以他就带着有限的部队 继续往前推进了 最后 说真的他的那个兵力 实在是薄弱 而且没有准备足够 他怎么可能对抗清朝这种 势如破竹的军马大队 而且在陆地作战这种军马 根本就是鸡蛋对石头的决战 一击就碎了 明朝最后的一次机会 说真的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给南京的福王一次机会 他可以结合起来 可是他荒淫无度只想玩乐 就这样搞垮了 而福王想要历经图治 可是太急切了就这样子 出征出征之后被被清帅一击 一击之后他想要往杭州逃 根本逃不了就被抓了 最后就战死 那事实上我要特别讲的是说 郑之龙早就看出来 他其实是可以作战的 我想要特别讲的是说 郑之龙的思维方式里面 对于现代战争 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启示的意义 第一个 战争真的需要准备的 士兵的募集跟训练 兵器的打造跟制造 兵远的补充 后勤的补给 乃至于他所有食物的筹划 这些补给之外 不是只有弹药的补给 还有食物良想等等的筹划 这个都需要所有的筹备等等的 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 他都匆匆忙忙就开始打起来了 结果他最后 他的后勤补给也没有包围了 被包围了 最后所谓亚述云被包围在那里 虽然在里面苦撑苦撑 但是最终还是撑不住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战争真的需要用钱 钱的长期供应很重要的 一个皇帝 他一直可以找到民间的意气 大家民主积节来撑 但是撑不久 所以对老百姓来讲 他的积蓄是有限的 民间债有钱的这种 这种士族等等的 愿意供应政府 帮忙国家 但是其实都是有限的 他不是专业作战的团队 所以郑志龙的那种考虑是有道理的 你用现在战争来看都一样 还有就是战员的耗损等等这些 其实我是觉得很可惜 明朝到了唐王珠遇见这一路 已经很悲哀了 那么这个时候 郑志龙就面对要不要投降的问题了 对于郑志龙来讲 他劝也劝不听 这个朝廷是没有希望的 而清朝那边不断有人来召唤他说 来吧你跟我们投降 投降了之后就给你官座 给他须以什么官呢 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爵位 叫做什么三省王爵 三个省 福建 广东 广西 三个省的王爵 也就是这三个省都归他管 那么如果明朝看不到希望了 他是不是要投降呢 而且清朝找了他同乡的一些 过去的人 他的文化人 那郑志龙又是一个讲秦义的人 我们知道明朝要招服郑志龙的时候 还找了一个蔡善记这个人 蔡善记是他小时候丢石头 我们讲过嘛 就是蔡善记是一个泉州的知府 那郑志龙小的时候 丢一颗石头 不小心丢进去 打到他的头 那蔡善记呢 本来是官员 应该把郑志龙抓起来的 结果他就是抓进来 可是小孩长这么可爱 就把他爸爸找来 说爱这个宁心的 所以郑志龙变成大海盗的时候 为了要招服他 明朝居然派出赛善记 跟他讲郑志龙也同意了 所以郑志龙是一个很习情的人 重情重义的人 因此清朝就找了他过去的朋友 那些投降的官员来 特别来跟他谈 他许诺他是当三省的 三个省的王爵 郑志龙没有同意 他继续劝 注意意见 劝他能够怎么样筹备起来 在南方 用海上的兵力 用海战来对抗陆战 其实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你想想看 国民政府最后还不是用台湾 守住台湾这样的一张海战 隔着大海 把陆上的民族给阻隔了 而事实上 共产党他只是会打陆地 北方陆地的这种游击战 打得那么好 等到他们要渡海的时候 共产党也渡不了海 那如果郑志龙 那个时候能够有海上的这些实力 是不是足以再来复原呢 因此说真的 郑志龙的这种战略构想是对的 可惜就是明朝的 如意见没有这个皇帝 这个龙武皇帝 没有听他的话 非常之可惜 那郑志龙要不要投降 就有两种考虑了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不投降的话 他能不能改变 这整个地区的命运 对郑志龙来讲 他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这三个地方可是非常经济 经济上非常繁荣的地方 他经济跟整个东亚海域 乃至于跟全球经济都连结起来了 换言之整个江南经济 他所要养的人是多少 不仅仅是安海这个地方 他整个家族是一个贸易城市 不仅仅是所有的这些地方而已 而是他往后 往外延伸出去的 每一个东亚的港口 他要养的人 他养的船队 你想想看海洋上 他自己有四五百条的船队 还有他的士兵 几万人 还有他在安海这里 所延伸出去的对内陆贸易 多少农民 多少丝绸 那些农民种私的 养残的 所有这些人的生命 是不是要管了 所有这整个人的命运 他是不是要负起责任了 换连之 他要不要投降 就不再是他个人的境遇的问题 而是他要准备怎么作战 长久作战 而这个作战下去 要付出多少代价 那如果有没有办法 换一种方式来对抗呢 换连之 如果他能够保存这几个地方 会不会留下一个历史的机遇呢 他真的是面对一个历史 非常非常艰难的抉择 而这个抉择里面 已经不再是说 挣家而已 而是放在更长远 怎么来面对 清朝长期的战争 换连之保有海上的实力 他才有本钱在作战 这个时候他要相信清朝 或者不要相信 那么郑成功选择不相信 或者相信了 那郑志荣这个父子之间 他们要怎么去对这件事情 争执讨论 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呢 我想 太复杂的历史了 但是非常动人的思考 父子之间的那种情感 父子联心的情感 我相信是非常动人的 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那这一点容我卖个关子 我们下一次再来详细的诉说 因为那是我觉得 我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最感到痛心 最感到感动的所在 我们下一集再来继续诉说了 谢谢你 所以我们下一次就 Rover 我们下一次走 我们下